本期视频分享的是五个不那么常用 但在需要时就很有用很好用的软件 毕竟不是所有软件都像QQ或者浏览器那样每天都会用到 所以大家可以先拿小本本记下来 以后说不定就用到了 Renamer是一个很好用的批量重命名软件 我经常用它来整理照片 将照片按照日期加序号命名 看起来十分整齐 市面上重命名软件其实很多很多 这个一定不是最强大的 但这个是我觉得将简单与强大平衡的最好的了 Renamer的免费版最多支持五条规则 而专业版则不受限制 免费版其实勉强够用 毕竟专业版其实还挺贵的 从官网下载安装打开后 如果不是中文就去Language设置一下 重启软件后就行了 用起来也特别简单 首先是导入一堆文件或者文件夹 然后就是添加一些规则 最后点一下重命名就好了 是不是特别简单 那最复杂的部分就在于规则了 不过Renamer里的规则其实非常简单 从字面意思去理解就行了 比如插入就是往文件名里添加一些信息 可以是文本或者是点击原信息标签后 插入文件的大小路径创建日期等等 那受限于视频时长 这里我就不细讲了 大家可以点击帮助用户手册来查看详细说明 可惜手册是英文的 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我可以单独出一个视频 那这里我分享一下我个人给照片命名的预设 效果是这样的 日期加序号 一共有三条规则 第一条是插入原信息标签下的EXRFDATA 也就是照片的拍摄日期 并且勾选替换当前名称 第二条规则是删除 选择从右到左删除 一共要删除八个字符 也就是这个部分 第三条规则是序列化 勾选文件名变更时重置 勾选填充0来补足长度 也就是序号的位数 我个人填写的是3 然后就完成了 看一下新的文件名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就点击重命名 瞬间搞定 记得把它保存为一个预设 方便以后直接调用 怎么样 是不是很简单呢 只要合理组合规则 就能应对几乎所有情况 Screen to GIF是一款开源免费的GIF录屏软件 体积小小 可以选择便携版直接运行 打开后你可以用录像机 录制你的屏幕 你可以选择录制的区域 设置帧速率 也可以从电脑摄像头来录制内容 它甚至还提供了一个画板 如果你有一块数位板 就会发现这个画板甚至还支持压杆 打开选项 你可以对软件进行十分详细的设置 当你录制完一个内容后 就会自动打开编辑器 没错 这个小软件还自带一个简易编辑器 你可以调整画面大小 添加文本 甚至还可以给画面添加一个进度条 这个真的很有趣 一切操作完成后就可以导出了 既然它的名字叫Screen2GIF 那么导出GIF就是它的主要功能了 编码器直接用默认的 编码方式一般用神经网络或者八位 神经网络画质好 但是文件体积大 八位画质没那么好 但也不错 而且体积会比较小 所以我用八位比较多 当别人问我一个关于电脑的操作时 我一般会用Screen2GIF录制成GIF 然后发给对方 或者是你要写一篇文章 某些操作需要用GIF展示 这时候Screen2GIF就真的特别好用了 不知道各位会如何使用呢 Sniper是一个很强大的截图工具 分免费版与专业版 那免费版绝对够用了 虽然说是截图软件 但是功能真的特别多 多到有些功能 你可能用了很久 你也不知道 我主要就用它的三个功能 截图 贴图 和取色 先说截图 我把Sniper的截图键设置成了F1 只要按下F1就可以轻松截图了 另外我把贴图键设置成了F3 当我使用F1截完图后 再按下F3 截图就会贴在屏幕上 你可以移动位置 或者用鼠标滚轮来放大缩小 当你需要参考某些文章 或者图片资料时 这个功能真的非常好用 在按下F1截图时 其实还可以吸取屏幕上的颜色 按Shift可以切换颜色数值的显示方式 按下C键就可以复制对应色值 然后用到PS之类的软件里 也很方便 关于Sniper的更多功能 可以去这个网址了解 杨玉田图像工具箱 是专门用来处理图片的软件 免费开原物广告 打开后功能一目了然 这个还用我讲解吗 相信大家一看就懂了 虽然网站里说是给摄影师 设计师等创意行业从业者用的 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也有可能会经常用到 比如长图拼接 图片裁剪 尺寸调整 图片压缩 格式转换 真的特别有用 而且操作起来真的相当简单 其中很多都是可以批量处理的 这里操作即便PS也可以做早 我也还是更愿意使用这个工具箱 因为更加方便快捷 TruDesk是一个免费好用的 国产远程桌面软件 每当有同学的电脑遇到问题时 我就会丢给它一个TruDesk下载链接 让它安装好 并且打开截图发给我 然后我就可以远程控制对方电脑 愉快地解决问题了 TruDesk界面相当简洁 目前也没有任何广告 只要输入对方的设备代码和临时密码 就可以连接了 现在还增加了一个绿色精简版 下载后不用安装 打开就可以被连接 当然这个精简版也只能被连接 不能连接别人 连接之后 帧速率感觉是30帧的样子 用来远程操控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了 在TruDesk正式版发布后 也发布了收费方案 免费用户基本就完全够用了 主要差别首先是在设备连接数上 免费版我测试了一下 最多可以同时控制两台电脑 然后还有服务器节点数 免费用户并没有连接速度上的限制 但理论上来说服务器节点数越多 自然就越快越稳定 那还有文件传输与隐私屏的功能限制 不过免费用户也可以付费解锁这两个功能 现在只要两块钱每个月 还是相当便宜的 不过这两个功能也不是刚需 所以还好 隐私屏还挺有意思的 开启之后对方的电脑就会变成这样 对方也无法操控他的电脑 但是这个功能需要在对方的电脑上 也登录你自己的账号 那么如果正好 你要买2Desk专业版或者企业版的话 不要忘了在付款前输入优惠码 专业版可以优惠10元 企业版可以优惠50元 还是相当不错的 那从本期视频开始 我打算开一个新的系列 如果你们有留意过封面的话 能在左上角看到一个小条 这期视频是Windows软件分享 所以你看到的是蓝色的 那除此之外 还有绿色的安卓 红色的iOS等等 每个类别我都尽量做了不同的颜色 方便大家从封面一眼认出 那希望我能一直做下去吧 所以我需要大家的关注来给我动力啊 那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不要忘了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